田间地头来了新农人 我开过套拉机 做过机械维修 从实验室突然来到了户外 又进行了第一个农忙计 带着农民干 科技赋农农业 我们的农民就有更大的积极性 去种植我们的油厂 扎根农村开创新事业 因为热爱 所以就不会觉得辛苦 用自身的经历 鼓励新一代的新农人 大家可以共同更大的发展 我们这个地方真是广阔天地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你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继续五一系列节目 新征城上奋斗者 强国必先强农 农强方能国强 近年来 一大批有知识有能力 有追求的人才 离开城市来到农村 他们投身农业 直根田野 成为了新农人 他们懂科技 会经营 是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也推动着农业农村现代化 迈上新台阶 今天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他们 来看一看 在前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壮阔画卷中 这群乐于奉献 勇于创造的新农人的风采 走进镇江新区 永兴农机机械化专业合作社 田间地头几乎看不到劳作的人们 载重50公斤的最新型植保无人机 在田间作业喷洒农药 随着冬小麦陆续进入抽碎灌浆的生长阶段 这样的工作将决定今年粮食安全与产量 一台小飞机一天可以扫描的面积达到4000亩地 在有效的农食的时间内 能够做到因地制宜 提高我们这个效率 提高生产效率的除了无人化机械 还有这个大田智慧数字平台 在这里每一块农田都有自己的二维码 除了气象数据的实时呈现 从种到收的每一个过程都被记录在案 通过对农场实行数字化管理 如今魏巧新农人团队所负责的2万多亩农田 全年亩产约2000斤 农田管理从一个人管200亩上升到300至500亩 有效带动了周边农民致富 作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魏巧在今年两会的小组会议上 与习近平总书记有过面对面的交流 并获得总书记的勉励 像魏巧这样的同志到农村去很好 今年总书记也提出 我们江苏的高质量发展 农业的现代化 那这个高质量这个命题 也是我从始至终在思考的 魏巧出身于农家 他的父亲魏云峰是镇江新区的规模化种田大户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镇江调研期间 赞扬了镇江市农科所原所长赵亚夫 指出三农工作需要一大批像赵亚夫这样无私奉献的人 50多公里外的魏云峰看过新闻后 连夜给女儿魏巧打电话 鼓励他回乡来接自己的班 我们真的是三代人 我自己的外公也是一个农田水利的高级工程师 有的时候他们问说 你做农业真的可能是基因里面就有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梦 就是怎么来圆我们自己的这个农业梦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原因是什么 2017年4月 担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魏巧 与北京大学博士后丈夫孙震忠双双辞去工作 回到江苏镇江 在父辈创立的农业公司基础上 开启了二次创业 对于两位高科技人才来说 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就必须亲自体验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这样的创业一开始并不轻松 我开过踏踏踏机 还做过机械维修 还做过这个你像种植环节的 抛稻种啊 然后拉稻种到田里面啊 然后雇这个社会化服务队伍啊 最后把这个水稻收割 一直到销售环节 全链条 从实验室里面生活非常规律的对吧 这样的一个状态室内的 突然之间来到了户外 然后又进行了第一个农忙计 然后带着农民干 然后还自己想着干给农民看 第一年的话 就两个字 疲惫 正是在一次次摸索和实践中 魏巧和孙震中 把通过机械化 智能化提高生产作业效率 作为主要抓手 当科技转化成生产力 很快带来了劳动强度的降低 以及效率的大幅提升 比如说我们正好赶上了 这样的一个水稻浴秧 水稻插秧这样一个季节 那过去呢 用功量最大的就是卷秧 卷秧之后牵扯到的就是运输 那么我们就把工业上的那种小轮车 驾到了我们的秧田 那么在这个输送的过程当中 就是这种工业化的传输 这一条生产线省30个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农业专家的成果 就是要体现在广阔的土地上 把科研创新转化为实践成果 六年来为巧新农人团队 改经验种田为科技种田 建立起耕种管收烘干仓储 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 现代农业生产全流程模式 以技术培训就业帮扶等方式 带动农户一万余户 累计带动脱贫人数三千多人 此外他们还积极同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大学 扬州大学等高校机构 加强合作对接 逐步摸索出一套 独具特色的数字农业雏形 我觉得什么专业呢 既重要也不重要 如何做好技术转化 让田间地头成为培养 更多科研新农人的课堂 是未巧近些年来 不断摸索的另一个重要领域 这些年来 在未巧夫妇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加入到了他们的团队中来 他通过这样的新农人培训 扩大影响力 可以让更多的人去知道 从农不是一件低于什么的事情 可能是更好的就业途径 就是用自身的精力 然后鼓励新一代的那种新农人 我现在已经待了五年了 这个平台在慢慢的发展 我自己也在慢慢的发展 包括项目的申报啊 或者是落实啊 都在参与 参与完以后 感觉哎呦 比搞科研的了解东西会更广泛 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 关键在科技在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考察调研中 对于乡村振兴中的人才问题十分关切 指出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人才和优质劳动力 近年来随着支持新农人返乡创业的政策不断出台 农村已经成为各类人才大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和魏桥一样 他们扎根农村凭着重养新手段 营销新思路 为乡村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 带来新希望 这棵树六到七年挂满了果 而这棵树呢 现在还没有果 所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现在在做低产低效林的改造 位于广东韶关汝园瑶族自治县的油茶种植基地 宝华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院立检正在筹划油茶品种的改造计划 这就是六年的老苗 基本三年就能创收 事实上就在两年多前 院立检还在上海从事着互联网科技业务 农业对于他而言陌生又遥远 我心目中觉得农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滞后的 而且比较辛苦的 我们的农业的回报 投资回报率很低 它的回报周期也很长 而且投资风险也非常大 油茶种植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山茶油被誉为木本植物油之王 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位于北纬25度黄金产油带上的广东韶关 有着近75%的森林覆盖率 四季分明 雨水充沛 十分适宜油茶的种植 然而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 受制于投入大 回报周期长 采摘成本高 市场不稳定 油茶产业却很难实现规模化发展 一般到要五到八年才有收成 每年这个观光这个普通的平均的采摘成本 都每一斤都要达到了可能要到八毛钱 因为油茶价格本身也不稳定 那低的时候一两块钱也有 如果一块多的话 它采摘成本都占到了七八毛 每年辅育成本又那么大 那就相当于就白干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种种之种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 如何找准产业痛点 用科技赋能发展规模化种植 打通产业链成为油茶产业从业者们 思考的一个重要方向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育种资源已经很丰富了 那关键还是在你种眼过程当中 如何能把它变成产业 变成一个更有效需求的这么一个过程 做农业必须扎根在一线 我们要扎根基层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2021年4月 院立检带领着团队 正是扎根韶关乳园瑶族自治县 成为一名跨界新农人 太厚了这支配 为了尽快熟悉油茶产业 院立检和他的团队 扎进茂密的山林 在林间地头从林开始 学习油茶种植生长的基础知识 一个一米七五的人 在草里走的样子 这草把人都给埋了 油茶虽然浑身都是宝 然而通过对种植生产等环节深入调研 院立检深刻认识到 光靠传统的种植很难将产业化做强做大 要想做大做强油茶产业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 加大产品的研发力度 进而提升产业的自家值 其实产业的真的驱动力在哪 在市场端 只有市场端的驱动 最终才能倒推到我们的生产端去搞各种研发赋能 然后再倒推到我们的农业种植和种养 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为农业农民来增收来做贡献 这张特殊的证书来自广州碳排放交易中心 它意味着这款茶油产品 从原材料的获取到产品的生产运输 全周期实现了净零排放 这也是全国首个山茶油碳中和产品 我们的油茶林其实是有固碳能力的 同时我们的生产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能耗 但我们通过我们的改造 比如说太阳能 刷电 包括我们的水处里的置换的技术 这种技术能降低我们的一些排放 等于自己的排放被我们自己的种植做了平衡 针对消费群体环保意识和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 在多家科研机构的指导下 院里检和他的团队对生产工艺和研发环节 进行了新的改造升级 并通过智能化 数字化的手段 对油茶从种植到生产的各个环节 进行精准把控 从三月份开到下面 然后保守量会有一个角幅度的增加 而除了用来榨油的茶籽 包括茶花 茶破 茶皮等 都通过与科研机构合作的形式 陆续被研发成数十种产品 推向视察 整个产业当中可做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我们说的科技赋能农业 就是希望通过我们渠道和市场需求的这样一个导向 我们生产进行一个转型和发展 这样我们的农民就会有更大的积极性 去种植我们的油茶 把这个产业做大了 到底对大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调研时强调 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农村特色产业前景广阔 受益于油茶产业的稳步发展 和产业链的不断延长 仅院立检所在的企业 如今就已经在韶关当地带动了六千多人就业 收入逐年增长 油茶果已经成为带动农户致富的黄金果 作为新农人的院立检 仍然在畅想着油茶产业的未来 继续为乡村振兴 添砖加瓦 其实这片基地 我们希望这个地方 做一个我们整个的和美乡村 生态文明示范的这么一个基地 那我们山上种油茶 在油茶下面我们再去套种 像红头猪孙这样的临下作物 其实在我们的农村 有很多的就业机会 大家可以在一起共同更大的发展 我们这个地方真是广阔天地 首先要热爱农业 因为热爱 所以就不会觉得辛苦 因为做了农业 有满满的获得感 成就感 必须要有情怀 有必要的支持 还有一个有这样的能力 还要扎边农村 像我们这一代的新农人 争取把实验室搬到大田里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